在祖国西北 有一片占陆地国土面积 约六分之一的广袤疆域 古往今来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位置 这就是新疆 看新疆 人民领袖的目光里 饱含着牵挂 一路走来 总书记看到天山南北 一派安定祥和 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一路走来 总书记深入调研 新时代党的 治疆方略的贯彻落实 做出重要部署 一路走来 留下领袖对人民 深深地关心关爱 见证人民对领袖 忠心地拥护爱戴 格局的宏阔 招式着前行的力量 人心的向背 定义了最大的政治 到中央工作后 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关心着新疆的建设和发展 他先后两次到新疆考察调研 在天山南北 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今年7月12号到15号 总书记再次来到新疆考察调研 四天时间里 走过三座城市 踏房九个考察点 出席一场汇报会 参加七场会见接见 透过这些数字 可以感受到行程之密集 交流之热烈 期待之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